朋友们,大家好 对于中共搞网证,有网友发帖说 14亿人齐沉默,竟无一人是男儿 去年,刑法相关条款在修法,伤害民族感情罪 拟入相关罪名,草案一向社会征求意见 这位清华大学刑法学的知名教授劳东燕 第一个发声,对该条款入罪的理由和动机表示质疑反对 由于他在国内法学界及公共知识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他率先发声,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其他有识知识的跟进 由于专业知识界对此法入罪,均普遍性地表示质疑和反对 鉴于此,全国人大二审取消了该罪入罚 鉴于此,中国人应该感谢这位一贯具有良知率先发声的学者 如果不是他率先发声,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此法口袋罪入罚也未可知 赵敬斌,致敬劳东燕教授 还有网友说,换一个名称,更容易让你理解基本质 上网许可证或上网资格证 网证的作用,用来确定你的上网资格 证明你上网是经过安全许可的 这安全可不是盼你是黑客威胁网络安全 而是中共政权的安全,是中共永远统治中国的安全 只有取得了网证,你才可以注册各种up 在网上进行聊天,购物,支付转账,各种申请报名,比如入学,考试等等 凡你涉及网络活动,都是在取得网证后才能进行 后果,一旦全民网证工程完成后,可参考驾照的持有方式 用驾照举个例,给你一年12分 违反他们制定的规则,扣分,甚至罚款 分扣完了,进网络学习班学习习近平思想 考试合格,再次给你充满分 多次被扣完分或发生重大违规,直接吊销网证 要想重新取得网证,那恐怕就得进线下学习班了 那这种学习班进去后会怎样,后果不敢想象 自己去参考历史 作用,足以威慑所有人,因为一旦网证被吊销 那就意味着,你被物理阻挡了从事网络活动的资格 在当今网络时代,别的不多说,恐怕你出门都寸步难行 比如地铁无法扫码支付通行 共享单车用不了,网约车打不了等等 说穿了,有可能在城市里,你根本活不下去 在网证时代,他们可以对你一见清零 这种清零是清场式的,是足以能让你跪舔的 用于追踪你在网上活动的一切痕迹和数据 以前没有网号,也一样可以查到你在网上的一切行为 但这慢,过程繁复,成本高 而一旦你有网号,只需输入网号 让你瞬间就在网上裸奔 网号让他们完成一键查询,即提高了效率 提高了控制你们的效率 TikTok在俄罗斯被罚400万卢布 7月31日,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莫斯科塔干斯基区法院民事法官 对TikTok处以400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33.6万元的行政罚款 原因是TikTok未能遵守了联邦通信 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的指示 哈哈,俄罗斯一点也不给中共面子啊 但是,奇怪的是,不见中共出来跳脚抗议 究竟中共是怕俄爹呢?还是爱俄爹呢? 据报道,7月31日 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哈尼亚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被以色列袭击身亡 只有下面这七个国家政权或组织对此进行谴责 第一,中国 第二,俄罗斯 第三,伊朗 第四,卡塔尔 第五,土耳其 第六,巴勒斯坦 第七,胡塞武装 以上七个国家第一时间发生谴责 西方国家一律闭嘴 美国表态,不发表评论 网友问 全世界197个国家和地区 那其他190个国家怎么不说话? 很简单 因为他们七个都是邪恶国家和组织 当哈尼亚被干死 相当于他们的同伴死翘翘了 从近期网上举报 轰轰烈烈案子来看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被举报之人 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升职加薪 比如 强奸女调研员的县长李秋萍 现在南昌市政府当秘书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你想想 县长一般和谁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干嘛 所以 上层必须保护他 等风头过了 再异地提拔重用 如清华大学高财生 举报助欢局长 一年半过去了 为什么江苏纪委监委 还说在调查呢? 这就充分说明 举报助欢 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而是整个系统 乃至整个江苏官场的事 如果是真真正正查 江苏所有领导都可能要换下来 这是乌案 万年县委书记毛奇 长期强奸万年县各个漂亮女下属 最后也像李秋萍一样 因为县委书记 长期和领导去强奸女下属 他们有着共同犯罪证据 贪污受贿 买官卖官 杀人 充当黑势力保护伞 其实清华北大的天之骄子 也喜欢建设自己家乡 但是马翔宇举报助欢 局长这事 说明不是他们不爱家 但是家没有他们施展才华的环境 根据哈尼亚被暗杀一事 网友说了一个冷笑话 哈尼亚来到天堂门口 大天使吉普利勒 拦住了他 问 伊斯梅尔 你怎么带来这么多人 哈尼亚说 这是我的保镖 为了保护我而死了的大天使说 很好 我会给他安排72个白系的处女 那这几个呢 他们好像是异教徒吧 这里指的是百度管理层 让百度把哈尼亚的页面变灰色显示 这些百度管理层是共产党 是无神论者 哈尼亚说 也不是外人 他们是百度搜狗360的百科编辑大天使说 嗯 他们很忠诚 那就把他们几个都变成处女 来照顾你 在中国 很多职业运动员 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 文化水平很低 全红禅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 他的一句话 堪称为经典名言 我得了冠军后 才知道 家里原来有那么多亲戚 下面是个故事 王小波与其外甥的对话 王小波有个在清华大学学编程的外甥 却是个摇滚发烧友 打算毕业后 以摇滚乐为生 他母亲 也就是王小波的姐姐 十分担忧 便找来王小波 希望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 二人交流 外甥说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王小波接到 不错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 唱黄土高坡的 都打扮得珠光宝气 眼秋菊的 卸了妆 一点都不悲惨 他有的是钱 听说他还想加个大款 这种重视时 说明了一个道理 别人的痛苦 才是你艺术的源泉 而你去受苦 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从此 外甥只服王小波 下面是网友的评论 一 贫穷欲是严重的地方 伪善的口号 越是能迷惑人 以标榜道德高尚的极左山洞 欲是得到普罗大众的支持 所以伪道德伪善的强人 便如于得水 可以以众并调动迷惑者 行使极权统治 这正是文明发展的障碍 令贫穷持续 令恶性的循环难以终止 唯有揭穿伪善 开启明智 才可能结束这样的蛊惑 二 相信强人不如相信自己 不论强人还是普通人 本质上没有高下的区别 看看那两位 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总统 与以前的相比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其中一位 还没有任何从政经历 这是个时代的标志 伪人时代应该被埋葬 网友杨向红发帖说 金融圈的三个瓜 一 是海通证券副总经理 将成军被调查 实锤了 二 是市场传言 义方达基金公司 八位高管退薪14亿 三 是消息称 上交所副总经理 董国群被查 这哥们分管的是 投资者保护 震惊 公募基金坑股名多少钱 义方达高管退薪 高达14亿 最后是一个网友的文章 读给大家听一下 仅供参考 被传销的县城老人 逃不开人情 躲不过套路 财富梦碎了 杨洁的房子没了 按照设想 他的退休生活 应该是在 乡间的自建别墅里 有着衣食无忧的小日子 57岁的他 理应具备 优渥生活的资本 受过良好教育 曾经营一家笔厂 加紧殷食 他住在杭州市铜炉县 金庄大两居 里面摆着不少红木家具 但是 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杨洁的忧虑变多 房子造不动 还背着债 每月还得担心借款预期 这一切要从一个制服故事讲起 几年前 县里人都说 在一款名为买卖通 Apply购物 能得到三倍积分 这些积分 能兑换成等额现金 简单的理解是 在平台花一百元 不仅能得到产品 还能赚到三百元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杨洁不是没怀疑过 但他的朋友都买了 账户里不断进账的记录 让他相信 真的有这种好事 于是 他先后投入了八十多万 账户里一百多万积分 等着换成等额现金 但杨洁终究等来了一场骗局 和一堆数字 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 铜炉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 这等好事被定义为传销 多名省市区籍代理 以推销商品为名 要求参加者 以购买商品 以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间接 以发展人员的数量 作为记筹或反例依据 引诱 胁迫他们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根据起诉书 代理通过培训课程讲解 模式讲解 口口相传等形式发展下线 有代理发展 VIP会员最多达到1489人 2023年 十人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铜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 该十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 经过两次公开审理 2024年7月30日 铜炉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判决 经庭审执政 被告人行为均构成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至此 买卖通为杨洁们编织的财富梦彻底碎了 用钱生钱的故事直到今天 杨洁依然无法清晰地说出 自己是如何被买卖通掏空口袋的 留在他记忆的是一个个关键词 抢单 升级 提现 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朋友的话 像我们这样的子女不在身边 退休老人 靠不了别人 没地方赚 钱 得学会理财 用钱生钱 朋友还打包票 保证赚钱 保证安全 保证不违法 这些话术 对于杨洁这样的县城退休老人来说 确实有点吸引力在县城 老人多数好面子 讲人情 想赚钱 却又困于年纪 杨洁和丈夫都退休了 平常靠积蓄和退休金过日子 而女各自成家 平常住在杭州 都有自己的生活负担 也没必要依赖他们 而自己的母亲生病 想着日常买点补品药品 算是有备无患 纵然对赚钱的方式有所怀疑 但他想着熟人介绍 总不能是坑自己 不妨就试试吧 第一次花了两千块 那是2021年五月 杨洁在买卖通上买了几根人参 同时在UP上获得了6000积分 按朋友的话 这积分就是等了现金 但这钱要在买卖通上提现 得遵循一套复杂的规则 杨洁得到的信息是 每天往APP里充值1700元现金 直到四天后存满了6800元 系统就会在第六天开始打款 每两天收益170元 他一开始并不理解 但还是照做了 直到账户里多出了170元 他相信了这个用钱生钱的故事 前四天投进去的6800元 还安全地躺在账户里 在他看来 买卖通相当于第三方平台 钱在这里 既能购物 也能有积分 还能挣钱 更重要的是 随时可取回 尝过甜头之后 杨洁开始和朋友一起出现在大大小小的项目推介会上 2021年7月 一场名为同军百草全国市场启动大会 即答谢晚宴在铜炉县城某酒店进行 参加的会员大概有四五百人 先是几位高层讲话 再由本地名人李金宝出现 在铜炉 几乎人人都认识李金宝 杨洁说 那天李金宝背后的屏幕上展示了他站台的身份 同军堂药业 时尚本草 德润权的董事长 以及同军百草的品牌创始人 这些人口才都好的不行 杨洁说 会议结束 作为会员的他们被安排了晚宴 摆上餐桌的有进口红酒 鲜榨果汁 还有龙虾 黄鱼 后来 有退休老人在网上搜索买卖通等关键词 跳转出来的文章展示的是 买卖通董事长在陕西咸阳参加发布会 项目方还为许多老人规划了未来去往陕西 福建等地的参观旅行 会报销机票酒店 种种细节 让杨洁们觉得 这个集团真阔气 杨洁决定加码投资 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用多个账户 花更多钱买产品 拿到更多积分凭证 换出来更多钱 他将留作建房的60多万进数投入 按照他的理解 这笔投资能在一年内带来100多万的利润 而那些花钱买的产品 反正百利无害 2021年9月前后 这样的致富秘密 在频频举办的项目推介会上传递出去 甚至传到了附近的嘉兴 上海 绍兴等地 那时 有个场景反复在县城里重现 早上八九点 5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 涌向相同的地方 因为年事高 他们对智能手机的操作并不熟练 只能聚在一起 相互帮忙或是由老师代为操作 有时是在某个办公楼 有时是在朋友家里 十点半前后 我们完成交易 急匆匆地离开 县城退休老人聚在一起 聊得最多的是收益 有人畅想赚到一定数额后 就去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给儿女置办家具 彩礼 也有人还没想好要做什么 但总觉得 有钱极心安 至于买来的各种产品 老人们多是心照不宣 例如 一款以丧肾 火麻人 冬瓜皮 枸杞子 马咖粉等为主要原料的 薯粉糕点 包装为斑布倒本草精脆果 在买卖通售价350元 至于效果如何 没多少人在意 这些产品多数被摆在角落 积分凭证 才是我们要的东西 杨洁说 迷惑的顶峰算法 有人还是不愿相信这样的致富故事 54岁的张子对钱始终持谨慎态度 过去从未触碰过银行之外的任何理财产品 当朋友找来时 他一开始根本不信 但抵不过朋友的热情 他被一次次带去开会 上课 吃饭 上课的场景 他印象很深 台上的老师叫佟丽萍 70年生人 他在白板前有板有眼地说 这是拥有金融牌照的现货交易平台 但跟股票交易不一样 股票交易在二级市场有涨跌 我们现货交易没有涨跌 只有买卖过程 但张子不理解 为何花2000元买东西 还会凭空多出6000积分的等额现金 老师更强调收益率 2000元相当于余钩 先投入 才能赚钱 他举了一个收益最大化的例子 在一个主账户下设五个子账户 这六个账户共计投入12000元 换来36000积分 71天后 叠加平台设置的用金 奖励 再扣除手续费和产品成本 挣到32500元 你花了12000块钱 买了36盒产品吃 但是你赚了32500块钱 你说 这个生意好不好做 而六个账户投入的钱 还在账户里 这个鱼钩不放出去 鱼就掉不上来 不想掉了 就把鱼钩收回来 这鱼钩 指的是本金是你的 这鱼 指的是用金 奖励还是你的 看着与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老师 用熟悉的现成口音 说着浅显易懂的挣钱道理 层层递进的方式 很快降低了张子的戒备心 细听之后 这种既能挣钱 又能保本的盈利模式 让他彻底放下了顾虑 这套模式被称为顶峰算法 是买买通的运作逻辑 来自陕西买通卖通商品现货市场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买通卖通公司 被福顶牛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牛创科技引进后 用以产品销售以及推广 在这一套规则里 有层级 有奖励 还有排行榜 初级 趋级 市级 省级 分别对应5%到25%的反点 老师没细说 且被张子忽略的细节是 他必须每隔四天 就要重新投入6800元 以维持仓位 才有机会提取全部积分 这像极了人们读书 时常遇到的数学题 一个龙头往泳池里放水 另一个龙头从泳池排水 放完水需要多长时间 只是 买卖通成了那个泳池 负责放水和排水的 是张子们 生活在县里的退休老人们 不在意时常 他们的度量横市前 投入1万多 能赚到3万多 他们积蓄不多 但有的是时间 也有长期积累的人脉 这自然成为项目推广的 重点人群 幸福的畅想没有持续很久 第一次意外 是在2021年10月中旬 按照规则 那天是提现的日子 10点左右 杨洁发现 自己账户里的钱 提不出来了 几个群炸了 会员相互询问情况 老师解释说 平台被一些恶意会员 投机提现 目前遭遇资金问题 暂时无法运行 让大家稍安勿躁 有人嚷嚷着要去报警 却被其他会员拦下 杨洁记得 有会员一直强调 报警会把平台封了 这样一来 大家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还有十多个人 冲到办公室堵住老师 得到的回应是 平台版本可能要更新 从1.0升级成2.0 那时 杨洁没太紧张 平台也曾经关闭过 快则一天 慢则三五天 但账户里的钱一分没少 这次的风波没有延续很久 不到几个月 也就是2022年1月10日 平台2.0上线 那时候 杨洁们还能取出部分本金或提现 直到2022年6月23日 买通卖通公司发出一份通知 称平台进入休市 有会员打开买卖通后 看到弹窗的消息 也有人在名为买通卖通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 收到推送 文章现已删除 此后 再没有人取出过钱 8月 群里有消息称 有人去报案 警方立案侦查 几个省级代理和老板都被抓了 当中 也包括给杨洁讲课的老师 前述检察院起诉书提到 经查 被告人佟丽萍系省级代理 2021年4月加入该传销组织 其于2022年8月2日被刑拘 后被取保候审 判决书显示 佟丽萍 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二年 并处罚金三万元 精心设计的骗局 这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首先是那套加上柔光滤镜的顶峰算法 有曾为省级代理辩护的律师分析 参与者单个账户整体投资收益额在10%左右 若连续投资 返还本息均是自身的投入本金 换言之 大量会员所取得的收益 并非是平台给付 那么 是谁拿走了会员的钱 根据张子的充值记录 收款方为买卖通 摘要为买卖通会员充值 而返例提现记录显示 钱款由买通卖通公司打入 交易详情备注为牛创平台提现 被骗的人究竟有多少 71岁会员 退休教师礼遇做过统计 县城约有近5000人参与其中 投资金额过亿 时代周报记者7月30日获得的判决书显示 经鉴定 该平台数据中用户数为10962个 下线层级17层用户订单总数 46097件 订单商品合计超1.08亿元 仓单业绩金额合计超3.6亿元 让这么多人愿意相信的故事 绕不开同军堂 当地的百年老字号要起 许多会员表示 如果只为赚点小钱 自己不会将全部身家压上 譬如李玉 他一再强调 如果不是他李金宝 我们不敢玩这么大 因为我投资的是同军堂的项目 才不怕李玉 曾不止一次在买卖通项目推介会上 见到李金宝 他说 要不是亲眼看到李金宝 站在台上讲话 无论旁人如何鼓动 他都不会打开自己的钱袋子 张子说 不少关于项目的会议 都在同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旁的 办公楼进行 购买的产品上 多有同军或同军堂 同军百草字样的标签 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展示锁购产品 多数标有同军堂字样 生产企业显示为杭州德润权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他说 每次买卖通提现预阻 更新换代的时候 会员听到的话术都是 同军堂在这里 跑不了 时代周报记者为此向李金宝求证 那天的见面 在同卢县城的一栋高楼办公室 与记者对话的李金宝 笑容温和 他留着三七分头行 支架工整 包括那片寸长的小支架 当时代周报记者提出 同军堂与买卖通项目之间 是否存在利益纠葛问题时 李金宝对此表示 自己也是受害者 起因是电商发展 当时 2021年3月前后 考虑到电商这块我们自己做 也不是太熟悉 德润权的技术总监和总经理有个构思 包括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 因为同军堂有参股 所以他们来和我商量 我说可以 反正我们自己做不起来 但是我们不深度参与 就组建了一个新公司 同军堂没有参股 当时双方有协议 产品委托德润权来生产 李金宝说 德润权在其中买卖通项目 不存在非法获益 德润权只是生产企业 卖产品 也是受害者 目前时尚本草 还有50多万的货款没结 根据判决书显示 平台上的产品是时尚本草公司 委托浙江德润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同军九宝系列产品 资金结算 都是通过陕西买通卖通公司 进行关于参加项目会议 李金宝说 自己出席 在台上说的是同卢的药祖文化 同军堂的研发能力等 至于传销 他本人表示并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和获利 县城的体面 这些具体的细节 会员无从得知 但他们认准了这个地方 有致富基因 改革开放之后 县城人一分为二 一部分人出走南方和长三角 靠着胆大 赶博的个性 从底层做起 带回财富 县里人传送着不少 白手起家的故事 比如 曾是铜锣首富的珠宝梁 带着三千元现金到杭州闯荡 半城的企业 跻身杭州民企500强 身价一度高达40多亿 登上2019年胡润百富榜 另一部分留在当地的人 也找到挣钱的路子 服装 制笔 五金 香包等行业 在当地形成特色经济区块 会成了这个40多万人口的县城 千禧年前后 快递业发端 人们后来熟知的 三通一达 均出自于此 这也是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有人接住了这样的机会 张子说 县里人认熟 那时候 只要是本地人 往往打个招呼 送点里 就能换来一个快递站点的经营权 基本就是躺着收钱 随后几年 英聚离杭州仅一小时车程 互联网浪潮卷入县城 让许多县里的老板们 从实业转向金融与电商 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企业主表示 2015年前后 当地不少人聚焦于电商 做平台 导货 这样来钱快 前些年 一场城市更新 让财富速度加快 许多千万富翁一夜诞生 很多人也因此举家迁到了杭州 等更为繁荣的地方 更多小富吉安的县城人 则把钱投入了另一种理财 一条大约300米长的临江街道上 挤着七家棋牌室 还有四家彩票站点 县城的繁荣 也拉动了当地的房价和消费水平 在这里 房屋均价在一万元以上 当地人的工资大多是四五千元左右 夜晚路边摊的炒米粉 要价15到20元一份 而在部分一线城市 这大概只需要8到10元 连摊主自己都说 铜炉的消费水平比临上海 与收入相对应的 是县城人的体面 在铜炉县的中心街道 BBA系列的车行穿行 一位月收入六千元的当地居民说 买车考虑的不是与收入匹配 而是脸面 在县城 开BBA就是跟其他车不一样 最终 他买下了一辆宝马530爱 进口的 留在县城里的退休老人 意识如此 李玉是县里很早的一批大学生 那会 从村里到县里 他都是焦点人物 师范专业毕业后 他回到县城小学教英文 当县里普通工人月工资 还是几百元的时候 他已经月收入过千 进入互联网时代 当地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提升 李玉熟室的人逐渐搬离老城区 住进新房 而他还住在那间两室小屋 他说 退休后 老伴随而女去杭州帮着照顾孙子 家里的开支 也就靠自己那点退休金 老了 没用了 并不是 е优秀的吗 辛子 他今天就能帮着 这次回来 温州的处理